我家仓鼠居然热出汗了 那天小水脚在厕所里睡觉 无意间被我发现它肚子上的毛打湿了 我以为是粘到了尿尿 所以就没有管它 然后第二天看到它不睡厕所了 我把它抓起来的时候发现肚子还是湿湿的 我才知道原来是天气太热了 把它给闷出汗了 怪不得这几天摸它 它都是烫烫的 肯定是很难受了 所以今天就给可爱的小水脚 换上清爽的电料 来迎接延年的夏天吧 先来一包夏天必备的木屑 这个倒出来粉尘有点大 所以先给它铺个半边 这绝对不是抠 主要是怕小水脚会过敏 你们不要再说我抠了 狗头保命 然后下面就给它铺这种大颗粒的 看它喜欢在哪边玩 它应该不会喜欢在中间吧 再来一点给它们做窝窝用的擦手指 直接把它撕成一条条 然后抓成一把放在角落就可以了 它们夏天超喜欢用来做窝窝 下一个是水脚特别喜欢从上面爬进去的小屋 它是真的能爬进去哦 等一下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 下一个是它超大的WC 你们每次都问我WC是什么 你们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 再来一包除臭的纸粒 最近水脚那种烧焦的味道特别大 整包给它铺下去吧 然后是它的南瓜丸 给它放个一大勺的粮食吧 吃个三四天都没问题 现在天气热 吃饭吃得贼慢 再来几根苦苦的蒲公英草 这个是真的超苦的 最后再来点香香的花干 这样就齐活了 然后把小水脚放进去 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每次给它洗完笼子啊 它都会像这样到处爬到处花 还特别喜欢钻进屋子里 但是从来都没从大门口里进去过 它的智商也是没谁了 你是在说我吗